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常丽轩 男27岁天津人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大专 电脑艺术设计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常丽轩 今年26岁 毕业于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在12岁的那一年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 我出来了勤工俭学 在24岁的那一年 我后的伙伴共同创业 经营了天津第一家分店 80后十杂店 直至现在 我们已经有了六家分店 可是由于自己的原因 我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 所以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想找一个 有关于市场管理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还有三个标签 第一 跨楼 第二 老板 第三 土豪 不是 不是 没有 太夸张了 太蛇气了 您看我这个眼镜 就能看出来 拿胶带粘的 这叫低调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说土豪 为什么说他是土豪 那因为 他因为自己妈妈喜欢唱歌 他就投资了一家歌厅 你说还有这么土豪的孝顺儿子吗 太土豪了 这事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因为前些日子 我妈就一直喜欢唱歌 然后我就说 要不给他买个卡拉OK不就是了 但是影响居民 扰乱他们的生活 我一看就在天津 挺偏的一个地方 给他租了一个底商 也没有多少钱 然后我说 妈你在那干个 就是KTV吧 然后他说行啊 就是那种专门应对老年人的那种 一块两块一味的那种 不为了赚钱 就为了让我妈开心 对 说第二个话题 画牢 是画牢吗 是画牢 我不是能说 我能让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变成画牢 就是 你引动一下试试看 库尔特 就那个瘦得像麻干儿一样 他感觉挺帅的 那咱一会儿把他约了 发不过绝对能让您 跟我聊到一会儿去 好吧 晚上都不吃饭 没看过我的身材吗 哦 要不您这么瘦吗 原来是这样 一天只吃一两 一两饭 累了我一死 两饭 像别人家就是住楼房 门对门都不知道贵姓 或者叫什么 我可以去门对门喝酒去 我所指的是 不是台上台下 就几个人的时候 我能去展现自己 然后跟大家互动 然后我能给他带到 我的这边来 那个人 还敢说自己是画牢吗 不说 这都是画牢 因为怎么说呢 一个人面对15个人 真的很难 12人 12人 那两个也是人 对啊 没死说 你觉得还自己能说吗 不能说 还不能说 你刚开始上来说 你特别能够提起别人说话的欲望 自己也自信于自己的表达能力 我没有说假话吧 这个个都能说 个个都能把你说死 你刚才说 做了一个食杂店 对 做了几家来着 现在 做了已经有六家的 六家在商场里面 然后两家在夜市已经 几年时间 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 是这个吗 对对对 这是卖什么食杂 就是80后的吃的 就那些零食是吧 对对对 这是谁想到的创业项目 这个是我们有 一共有好几个合作伙伴 有就是他想的这个创意 对 干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是挣多少钱吗 每家店的引力大概多 这个属于商业机密 我觉得不能说这个 你不把这个创业的 成功之处说出来 我们怎么招你啊 就是我觉得这些门店 最不好做的就是夜市 因为夜市的话是 每个就是四个季节 只有夏季才会有的 就包括现在就是 已经过了夏季 营业额逐渐地往下降 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就去多看一些就是抖音啊 什么东西活 我就去 就去 就去进这些东西 然后摆在那里变卖 所以还是你在选品上做了 我会选择一些 小孩们比较喜欢的那种东西 我会摆在外面去售卖 你现在大概一年靠这个能挣多少钱 一年这个没准 因为 大概 40W吧 一年挣40万 那你现在走了之后 那边的事你都不用管了 对 没错 全部不管 对 没错 但是分红照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没错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你都是见过其他人 三千块钱就行 我肯定会从最低的水平做起 当然是只能拿最低的工资了 你学到了东西之后 是不是还创业 学到东西 我绝对就是 现在 说实话嘛 肯定会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带着一种股东的身份 来学习的 提高自己的能力吧 你如果说应届毕业生 我还能理解一点 因为很多大学生 刚毕业的时候 觉得我原来是学习的 那我要进公司继续学习 表示一个好心态 你是已经工作过 创业过 然后你还来说 我是来学习 学完以后 学成以后我要去创业 一年40万人 现在 对啊 你让企业怎么想 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断别人 其实如果我站在这里 静静地去感受 他自己的类型 和他的状态的时候 一个12岁自己出来创业 14年去打拼回来 今天能够用3000块钱 愿意去学习 我觉得背后 一定有他息怒的故事 我特别想听听他此刻 你最想说 我们来到这里 我学什么 有什么样的东西 促使你 我下定决心 拿3000块也愿意学 因为我从12岁 就出来上班 这些应该都可以 调查到的 就是从 就是12岁的时候 我就干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我们天津边杨道 那会儿发传单 6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我洗碗工啊 包括世界500强 知名的快饭店 我在那里干了7年 7年的整整时间 我做到了店长的职位 就是我有很多的经验之前 我卖过房子 就是做过经纪人 我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卖了两套房子 那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我妈把腿摔折的时候 我们家没房子住 很缺钱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干嘛去 我想让我母亲 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是担心家庭 长大的孩子 我觉得这40万钱 已经是固定的了 已经 我想去挣更多的钱 给我妈带来 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如果给我 每个月三千块钱 我觉得不少 我可以慢慢地去积累 我的经验 然后公司投入我 然后我回报公司 必然公司会给我 一定的回报 OK 一个外卖员 一个月都能挣到 将近两万的工资 而且毕竟是开店的 一个月才挣三万钱多嘛 并不多呀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海狐展斗 天生我有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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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什么 天生我有猜 我其实没准备 但是我会跳一段舞蹈 但是 我得邀请一个女士 贺女士 来 就贺的舞 对 这个可以 帮我去 就这一个动作 换一个动作 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跳得怎么样 来来来 有活力吗 是不是经常陪妈妈 陪妈妈跳高张 笑子 笑子 现在陪妈妈跳舞的儿子 真不多 真的是 真不多 来来来 来来 我们进入职场 晴山课堂 来 请看视频 呦 林导 您也接水呢 是啊 专门给你带的高级卡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这卡片不错 精神了 行 继续加班吧 八页三点前 把门关上去 嗯 扣门才五毛钱 工作期间抢红包 一人发五百 啊 总被老板套路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哎 这个问题对你好 总被领导套路 你该怎么办 我反正呀 我有质问他 为什么就是 你质问他 我就问他 为什么 比如说我是那个领导 你质问我 来来来 您是觉得我 就是工作的 给您 就是我工作这方面不怎么样 您不想让我干了 那您就说 那我就辞 我明不想让你干了 那您该什么 干嘛 在背上鞋也不干过 我就测试 我又不是给你看的 那为什么大家走正联 你正好在对着我呢 对吧 我我那下手崴了 我正好对着你了 应该那么多人不崴 你偏偏掰我 我跟你有仇啊 对那肯定是不想 先收起你的脾气 那肯定是不想让我干了 我觉得 真的 他的情商 真高 李轩你的性格 是属于真性情啊 然后职场里边 这种现象 真的挺多的 包括老板设定 工作时间抢红包套路 真的有 我们真的有 抢了红包罚款的现象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老板最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百分百的 去把你的能力贡献出来 同时让企业的 企业家们看得到 如果说我们没有 在这方面展示 只是在去 想老板为啥这样做 为什么算计我 其实老板只是抓那些 没有努力干活的人啊 他只是看员工 有没有百分百投入嘛 如果我们做到那个 百分百投入的员工 就不会被他套路上的 我今天不太认同 这个 你的这个说法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制度是什么 制度是做管理 我觉得没错 但是你并不能去 给员工去设套 我觉得这个的话 是整个的企业是不正的 它的企业文化是有问题的 我的做法跟你会一样 我会离开这家企业 但是我不会用你 这样的态度 去跟老板去讲 我会告诉他说 说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公司会遇到 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样的 环境之下 我不想在这边 继续下去了 但是我不会像你那样 就是一种说 什么无所谓啊 然后跟你对着干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在职场当中 这么圆滑地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你 接下来必须要去上的课 他很情绪化 这事不高充 他可以要挑子不干 这是非常可怕的 你没有责任心啊 你说的那个数据 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信 至于是我的权利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选手 他一定要足够重视 这个舞台和这个机会 所以你刚才说来学习嘛 那你未来也要创业 那对创业的知识 你会感兴趣吗 创业的知识 会感兴趣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 就是很多的天津的小伙伴 其实蛮想留在本地的嘛 那你 因为我们公司在北京 如果你到北京来 你会不会有这种 就是离开天津不太舒服 没有没有 因为我经常来北京 那你怎么照顾妈妈呢 我跟爸妈一块接我来 接到北京来 对对 你三千块钱 妈妈年纪也不大 对五十多岁 对呀 因为妈妈年纪又不大 才五十多岁 三千块钱 这个负担就有点大咯 人家有四十万的收入呢 那倒是 那真实 来我们来看看 他的社交数据解读 常立轩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向往 他情感丰富 喜欢浪漫 生活中容易被感动 小斌的这段解读 其实我认为 是有史以来 最正确的一次 他很容易被惹恼 但也很容易被感动 他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所以其实跟他在一起搭的 还真的要是一个理性的人 而不是他所排斥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两盏灯 韩鞋 是韩鞋 你能做到四十万的 一年的销售额 就说明你的能力是有的 你四十万的能力的销售 你只给我要三千块钱 我觉得很划算 在商严商嘛 我们在邢台市这边 马上要开家店 也是河北 而且你有开店的经验 然后呢 这个三千块钱 是你提的 那么我这是底薪 事实上什么情况 我们具体谈 反而提升会很高 我们是销售 销售三千家 然后地点在北京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深呼加速器 金灵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深呼加速器 去吧 首先要学习 这个企业文化 然后再进一步的打算吧 我觉得最后 给我留那两盏灯的 那两位企业家 特别适合我